洛河有条小山河,他川流不息,河上有座小山桥,他天天在讲述这里,发生的一场悲壮惨烈的战斗故事。 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,金人南钦,岳飞布下,抗金铭将杨再兴,随岳飞北发抗金鱼点成,大破金物数的拐子马,担其落敌阵,杀敌数百人,金物数奋慎,屯兵十二万鱼林颖,杨再兴等帅其三百,在小商桥与金兵相遇,杀金兵三千余人,因杨再兴马献小商河,无处遮挡,身中万箭,应勇牺牲,岳飞哭。 既杨再兴,焚化其师,藏于小商河边,后人再次建起了杨再兴纪念园,壮怀殿前的石兽,小商桥,位于历代官道上,它始建于随开黄四年公元584年,经送、元、明、清历代维修,至今仍能使用,小商桥是我国乃至世界上,保存下来,最早的圆虎潭拱厂间是拱桥,是我国现存古代桥梁之瑰宝, 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小商桥千年垂青史,翠百万世宋英魂,如今小商桥万目聪律,地水清澈,不仅是旅游圣地,还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小商桥桥面上的施车折。